两边都各出了一个高人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关于收藏的环节了 不知道今天两位队长 准备的这个高人如何呢 在收藏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先来看看红队队长刘维 我这次呢 先不说这个高人是谁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这个收藏藏品 哇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蓝色的宝石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青金石 我当时三年前买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便宜 一千五百元 但是三年过去了 这块青金石绝对不止一千五百元 我觉得有可能都有可能是一万五千元 十倍了 这十倍都是有可能的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达人 他是非常的厉害 他是我们这个 阿富汗的华商协会的秘书长 而且他也是第一个 把青金石带到国内的华人 他自己光青金石的收藏品就十万多件 哇 这么多 这么多 放得下吗 所以接下来 另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青金石新贵 哇 哇 关键这些藏品够吓人的十万件了 很厉害 所以金妹你要推荐一位什么样的高人才可以拼过他呢 我绝对不甘示弱 大家看从一开场我就拿了这个小玩意儿 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 非常时髦 不知道你就out了 这是橄榄盒 这叫什么叫橄榄盒 所以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吗 真的不懂 但是我已经是两三年前就买了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记得是大概五六百块钱 现在应该我觉得应该到一千多了吧 所以还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所以今天金妹你推荐的是 橄榄盒老顽童 好棒 今天两样藏品两位推荐的收藏家都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最终观众的选择会是谁呢 请开始投票 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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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起来看一下 红队是52票 谢谢大家好爱 三倍48票 还是仅仅的四票之差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红队推荐的青金石新贵 欢迎 好棒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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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跟大家认识一下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于明辉 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呢 2002年 2002年 那现在12年的时间一个轮回 一个轮回 所以到底有哪些藏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一次阿富汗之行 于明辉便被青金石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一下子投身到了水深火热的阿富汗商人行列 作为首位在阿富汗开创青金石 并引入国内的华人 其个人收藏制作的青金石已达数十万件 是国内收藏与制作数量最高的青金石收藏家 所以也就有了这青金石新贵的称号 那今天于明辉带来了哪些珍贵收藏 来到节目现场呢 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好 袁老师已经把他的藏品 带了极小的一部分带到现场来 老师有几样 你是需要跟我们详细介绍的 您自己特别珍爱的呢 那么好 我们先从这个青金石的分级开始讲 青金石呢 有从高到级呢 有青金石级 青金级 金格浪级 催生石级 那我们看食物 这是一个大件 叫西天取经 它的语意呢 也就包括了这个青金石到达中国的这种艰难的历程 像西天取经一样 对 历经磨难 对 知道青金石的这个同仁们呢 大概对他有所了解 就是说这个 季王青的是非常少见的 稀有的蓝色宝石 这在国际上比较有名气 但是这么大件的呢 可以说就是更加的难得一件 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 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明白 这个无视牌 这就是标准的青金石级的 叫季王青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通体弄蓝 没有杂质 哇 那这一件呢 就是青金石的 含有少量 雪花 对 这个雪花呢 就是它里边的矿物质 叫方解石 方纳石 也就是说青金石当中 如果含有雪花 就没有这个成色好了 对 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金格浪基的 明显的 灰的 又白的 这就是金格浪基的典型的特征 那么下边这个呢 就是有这种花斑 白斑 花斑呢 是氧化铁 然后白斑呢 就是方纳石 它就是青金石里边的最低的一个级别 催生石级的 两位 请你们到上面来找出 老师今天带来的最昂贵最有价值的青金石制品 来 有请 首先我们说除了这一件 对我当然要说这一面 那一件不用 对 我就选一个最大的 就是它 废料 我觉得是它 那刘维这个应该是比较贵 因为珠子是最难磨的 我最难打磨的就是珠子 它里面好像有那个金黄色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之前 对 好 两位已经选定了 接下来 余老师你先别公布答案 您先告诉我们 正确的挑选 青金石的方法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它的颜色 颜色呢 呈现弄蓝和这个磁蓝的都为青金石的上品 然后是根据它的这个品质 品质的青金石分老料和新料 老料呢 呈现比较细腻 润滑的 这种特征 就是比较高低的 还有呢 就是分它的这个 体形 什么是体形呢 就是它的 这一块原料的时候呢 它如果是 比较周正 它的这个实纹呢 也比较顺畅 这也是 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比较高级的一种 青金石的一种来源 另外就是啥呢 青金石 青金石 青金石里边呢 有一种 矿物质叫 氧化铁 它反映在这个青金石上呢 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金星 对啊 是金色的 对 这个金星的分布 如果是 恰到好吃的话 是非常难得的 哦 好会选 好会选 所以 两位明星选择呢 各占一头 那可以说 它们俩基本挑对了 现场 这个价值最昂贵的 但是老师说了 那一件除外 因为那个价值更高 确实 那个很大 那这块的价值 大概是多少 这块的价值 现在来说 应该是一百万以上 哇 那刚刚今天你 汤金妹挑出的这个呢 这个这么重 这么大 这块大概在三万多位 哇 也好比 这块呢 这一块现在 就是十二粒 每粒珠子 就是五千块 你可以算了 六万耶 超过你了 超过你了 你跟他没关系了 这个可以送给你 谢谢啊 还是很开心的 谢花谢活 但今天刘伟 他自己有一件藏品 也带到现场了 我觉得这一件 应该也是跟他差不多的 每平方五千块 每平方那就不值钱 每平方很大的 每平方厘米 每毫米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所以老师 请您拿着看一看 好吗 这个品项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 从它这个气形上来说 从它这个清金石的 这个颜色上来说 都是一种正品 上层的清金级的 这样的一种清金斑制 而且通时没有一丝一毫的裂 这个呢 气形形成的和这个原料 是非常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搭配 唯一的有一点缺点呢 就是它这带了一点 小小的白斑 这是天然必费的 这样的瑕疵 就像人物玩人一样 您接下来还要公布价格呢 我认为这枚班纸 在五千五百元到六千元之间 对吧 三十类 果然是正式五倍呢 有眼光哦 所以你好好珍藏 过两年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个好点子 是 我跟你说秦姐 它这不算什么 小蝴蝶这有一个 快来快来小蝴蝶 老师这个是我去年十三岁生日的时候 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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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妈妈买的时候说是两千块 我觉得听老师刚才一说哈 说它上面有白斑 那是最低级的 我觉得至少也要值个一千一二吧 老师先坚定一下 这一串珠子是真的吗 小蓝 首先橙色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漂亮 因为它体现整体体现一种弄蓝色 那么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白斑 这个黄珠子是吗 黄珠子是 这是黄玉 这也没有瑕疵 所以总体你觉得品项 总体来说品项是很好的 所以接下来 余老师要公布一下 这一串它现在的价值 大概是多少呢 价值呢 我首先要要告诉你啊 无论价值多少 都是你妈妈送你的礼物啊 所以说你要 这一串小的一干 看起来好害怕 我觉得你有点像他爸爸说这话 从我来看呢 这是一串优化过的 所以说呢 它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这一串的价值是 大约应该在400到500元 所以我还是赢了 虽然说他不值钱 没有他的贵重 但是很漂亮 老师刚刚您用到这个词 我们有点纳闷 什么叫青金石优化呀 优化呢 这个是在文玩界 也最近几年呢 比较流行的一种 加工方法吧 哦 因为呢 每个人都想要那种 完美无缺的 天然宝石 可是呢 在大自然当中呢 有没有 说是那么多的 这个完美无瑕的 这种这种原料 那怎么办呢 就在厚到工序上 加工上 下足了功夫 那就是优化 有九种方法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它有 这个加胶 加辣 加热 就没那么多 明白了 就是人工添加 就是人工修饰 让它看起来比较美 哦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队长 来 请坐 如何挑选 上等青金石的方法 一 看颜色 青金石呈蓝色 或蓝紫色 均为佳品 如胶织有方解石 方纳石的白斑 花斑 就为一般材质 二 看品质 老料青金石的质地 细腻且无裂痕 较为上等 而青金石新料 略带瑕疵 较为一般 三 看体型 形状周正 实纹顺畅的青金石 均为上等材料 海伦海乐眼镜 邀请您收看 我们的精彩节目 开与微博互动 并且爱好海伦海乐眼镜 就有机会迎合 海伦海乐彩色 偏光太阳镜 欢迎大家收看 由圣周飞转基因 使用由冠名播出的 好好学习吧 如果您遇到困难 吃不准的话 可以请教我们的余老师 随时欢迎交流 好的 掌声献给我们的余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这边请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y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